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物資地證,我是楓芬 為了讓土地與建物的測量規費收費方式更公平、更合理 內政部通盤檢討收費數額 於今年初公告修正、土地付帳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 收費新制也在今年的5月1日正式上路 在這次的修法中,土地與建物的測量規費都有檢討修正 其中,土地付帳費更進行了大幅度的變動 今天就帶大家從航阿來的專業視角 一起了解這次規費修正的重點吧! 在搭乘計程車的時候,計程車司機會簽記收基本費 再依照行駛的距離及等候紅燈的時間來調整總費額 而土地付帳規費新制的核心概念 就有點類似計程車的收費模式 地震事務所會依照土地的面積及申請的內容分別寄收基本費及施測費 基本費以土地面積大小分級寄收 施測費則以實際施測的介指點數量或線段來進行寄費 因此,當實際作業需求越多,就需要繳納更多規費喔! 以土地見介為例,小新有一個面積120平方公尺的土地 因為土地使用需要,因此前往地震事務所申請見介 以確認個人土地實際範圍 根據規費新制,小新的土地面積屬於基本費額第一級 且指定鑑定8個介指點 所以,小新要繳交基本費2500元 加上兩個單位的施測費2000元 共計新台幣4500元的土地付帳費 再舉土地分割為例 小莊有一個面積2000平方公尺的租餐土地 她想以面積大小分割成兩塊同等的土地 依據規費新制,小莊的土地面積屬於基本費額第三級 且僅有一條分割線段 所以小莊要繳交基本費2500元 加上施測費500元,共計新台幣3000元 不同於過去單一費率的寄費方式 收費新制秉持以量寄費的核心精神 將面積大小,施測數量等事務上的行政成本納入考量 開啟更合理,也更彈性的收費新模式 申請限界應指定虛鑑定之戒指點 新制上路後,在申請限界時 就應於申請書上標明虛鑑定的戒指點 以核算施測費並通知有關的林地關係人 不同於以往通知所有鄉民土地的關係人 現在地震事務所僅會通知申請人 標明虛鑑定戒指點的林地關係人 以避免關係人特別來到現場 卻無功而返的情形 另外,如果抵達現場後 發現虛鑑定的戒指點 與申請書上標示不一致時 測量員依規定將開地補證 並重新排訂附帳日期 並不會配合進行現場測量喔 因此,建議大家 善用內政部設計的土地附帳規費服務網 在申請前透過該網站進行規費的試算 以及戒指點的標記 並將試算結果下載戀印 並同申請書一併送件 將有效避免上述補證情形喔 申請人免自備致視界標 過去,我們積極提倡申請間接時 應一併加購知識界標 自行埋設並妥善保存 現在在規費新制的推動下 知識界標的成本已經正式併入施特費 申請人不必再另外購買囉 以上就是我們彙整的測量規費修正重點 想知道更多資訊 可以至內政部地政司的網站 瀏覽相關法規新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忙點個讚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